南韩国民MC刘再席为人谦虚 瑞语提席后辈 近期美谈又添一桩 南韩女性吴纳梅2022年9月举办婚礼时 刘再席突然到场 女方一见到她就感动到哭出来 吴纳梅事后在节目上透露 怕造成刘再席的负担其实没有跟前辈说 没想到刘再席还是与曹氏浩一同前往婚礼 更报了一份红包礼金 特地到新娘室探望她 吴纳梅一看到刘再席感动不已 哽咽向刘再席说 谢谢您前辈 刘再席则睡笑着说干嘛哭啦 三人留下合照后 刘再席才因为行程先离开 在刘再席离开前 另一位后辈女性问 我结婚的时候您也会来吗 刘再席也大方回答当然啊 再次认证刘再席台上或台下 都对后辈相当支持 不愧是受到不少后辈喜爱的大前辈